尘封在阿里荒原的古老文明 藏传佛教之前的本教传承 象雄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难以解读的象雄文字 绵绵若存的神秘修行 朝圣祭祀供奉 横根牵连佛本之证 让我们一同上路 探知象雄文明的神秘面孔 从西藏到印度 从阿里到加荣 让我们一同解读 西藏的西藏 曾经雄俱西藏北部的象雄文明兴盛过 辉煌过 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而本教作为象雄文明的精神象征 也随之一步步从显赫滑向边缘 这样的王朝更迭和信仰变迁 究竟始于何时 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原因 将象雄文明和本教带进了幽暗之中 而之后蓬勃发展的藏传佛教 又是凭借什么 得以在本教的领地上 生根发芽 繁荣昌盛 我们试图在西藏高原上 寻找本教的寺庙 却遗憾地发现 本教的宗教领地已经很稀少 零零星星地散布在一个个僻静的角落 不为外人所知 在象雄文明的发源地阿里地区 如今只留下一座本教寺庙 古如江寺 而在四川的藏族自治州 本教的寺院却相对更多一些 昌都寺就是其中的一座 昌都寺是本教的寺庙 而且本教的创世人是东巴仙草佛祖 佛教的创世人是 大家也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祖 这样子的话 供奉的是我们昌都寺里面供奉的 东巴仙草佛祖 那么藏传佛教大部分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祖 这是根本上的不同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呢 比如说本教也供奉智慧佛 比如说我们说的文殊菩萨 本教叫玛维森格 但很多地方有相通的地方 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叫慈母 汉传佛教相当于说观音菩萨 藏传佛教一般叫度母之类的 这些都是相通的救苦救难的意思 时至今日 我们能够寻觅到的本教寺庙 已经屈指可数 而除了供奉的始祖和神明不同 本教寺庙从外观上 大多跟藏传佛教寺庙相类似 而现在的许多藏传佛教的寺院 最初也都是本教的寺院 甚至在某些藏传佛教寺庙的后堂 还能见到古代本教 所供奉的佛像和壁画 自公元七世纪 宗赞干部时代引进佛教 藏传佛教逐步走向兴盛 成为西藏信仰领域中 占据绝对优势的宗教 而学者们认为 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西藏顺利扎根 并呈现出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格 正是因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 受到了大量的本土文明的影响 而其中最重要的营养就是 象熊文明和本教传统 当然藏传佛教一说藏传 当然是从印度传承过来的 唐氏也是象熊地区传承过来的 这两个里面应该是由两个传承的 不是一个传承 所以就是古代人们都认为 这是印度传承的 对象熊的传承大家就忘记了 那这两件是由于这个国际藏学研究会的大力的支持 再加上在咱们国内也有很多这个藏学研究机构 也在不停地研究或甚至在考古挖掘 也拿出了很多既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可以证明 是西藏的大部分文化都是来自于本土 那这样本土来讲是离不开这个本教文化 公元七世纪中叶 藏王松藏干部迎娶了尼泊尔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 两位公主入葬之时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相 和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相 以及大量的佛经 学域高原上第一次有了佛教的痕迹 松藏干部是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王 正是他缔造了武力强大的吐蕃政权 旧唐书《吐蕃传》中曾经记录到 弄赞若贯四位 姓萧武多英略 其邻国阳童及朱枪并宾复制 这里的阳童正是西藏北部的象雄王国 松藏干部引入佛教以后 下令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 但是在当时这些寺庙中并没有常驻僧侣 也没有佛学传习 但是一种迥异于土著本教的外来宗教 毕竟来到了学域高原 而作为吐蕃王朝的政治首领 佛教的引入 也自然成为藏王心中的一个政治筹码 在吐蕃王朝特别是松森干部 周松在这时期 在这个英中本教的实力非常的强大 应该说是这个教想高有王权 这样呢作为一个统治来讲是不太允许的 但是呢由于当时的传面 无法去控制这种发展局势 那这时候呢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 肯定是需要一个平衡点 吐蕃王朝原本与象雄文明一样 重奉土生土长的西藏本教 在象雄文明最鼎盛的时期 本教就走出了象雄 盛行于吐蕃 但是随着本教神权集团的势力 越来越庞大 赞普的地位和权威渐渐受到了威胁 把本教当时的实力很强大 之所以呢他把藏王的这种政治地位不是很安宁 之所以呢邀请到这个印度佛教来 政府这个本教 然后呢他新来的就是听他的 之所以呢一种利用关系 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矛盾呢就是一种这样 这样起来的 然后呢就是说 并不是说我们的教规 教理上的最大的冲突 不是这么一个 这些任何矛盾都是起源于藏王的政治的目的 本教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本教的祭祀人员被称作古新 由世袭贵族子弟担任 古新不仅在宗教活动中具有绝对权威 而且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本教史上的计划 当时古新的地位很特殊 每一个王子出生 古新都要给小王子起名 喜悦 本教师成为军队精神生活的导师和神意的代言人 吐蕃以惠盟的形式进行王权统治 而惠盟只能由古新来主持 他们在王朝政治生活中 起着监督 联络 仲裁的作用 这样位高权重的宗教势力 几乎能左右赞普的行为 作为雄心勃勃 开疆拓土的一代藏王 松赞干部对古新集团的强大 自然心存芥蒂 跟赞普的时期和本教是密不可分 每个赞普身边至少有一位本教徒 他们相当于现在的支撑 我们进行过统计 差不多有十二种之多 他们有一定的地位 松赞干部时期 本教很辉煌很鼎盛 百姓 军队等等里面 对赞普的尊重和国师的尊重 是超过了 国师的尊重超过赞普 所以又不太平衡 因为赞普是一国之王 就是天下都是他的 但是百姓更尊敬国师 完全以神权和金权之间的斗争 也就是说本教的权力固大 超过赞普的权力的时候 本教的麻烦就出来了 当古新集团的势力 达到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时候 积蓄已久的矛盾势必要爆发 而要改变 依然流行千年的本教传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本教的原发地和大本营 象雄王国自然是本教势力最稳固的地区 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 松赞干部既有统一西藏高原的政治雄心 也有改变宗教格局的现实需要 这些都促使他最终选择引进佛教 出兵象雄 必须地把象雄灭了以后 他可以传那个佛教 可以更改几世代的那种风俗 就是把那个国事没有了 不要必须把国事灭了 没有国事的话他说了算 有国事的时候他说了不算 他人们都听国事的话 然后这样一来就想方师父 灭到那个本教的话 这个藏民族是非常有信仰的 如果他们的信仰没有的话 那不可能的 那然后就他就引进那个 释迦牟尼宗教 释迦牟尼宗教引进了以后 他必须地灭本 灭本了以后 他那个用那个释迦牟尼宗教 政教合一来同治这个藏区 或者是他的那个国土 如果要从根本上置换臣民的信仰 就必须占领旧有信仰的大本营 出于政治扩张和宗教变革的双重需要 松赞干部出兵攻打向雄王国 最终以计谋胜出 并逐渐统一了西藏高原十几个部族 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 在《东方文献》里面有个记载 就是说松赞干部他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就要扩大自己的疆域为宗旨 他想的一个办法就是联姻的办法 他把他自己的妹妹叫森玛高 嫁到祥兄王作为妻子 祥兄王当时的疆域比较大 所以国王出去视察那种 他自己的疆域的那种 有一个习惯 他季节性的习惯 所以松赞干部让他了解 仔细的了解那个季节 就哪天哪个月 他在到什么地方干什么 王丽雯塞玛高尔在那个地方 就得了解了以后 他就觉得对 确实是他就有这么一个习惯 所以每年的夏天 出两个月的时间 他要视察那个北部的 那个纳区宁门县那边的 唐勒青州那个地方去看视察 王丽雯这个日期给他了以后 因为他已经远离 那个穷农营城了 就是军队呀什么都 不是很有利 王丽雯他带一部分 师从就到那边去视察 这个消息就给松赞干部了 松赞干部通过离应外合的办法 击溃了称雄北部的象雄王国 自此以后 松赞干部不仅消灭了 西藏高原上的最大政治对手 也将本教的发源地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对于他改变固有的宗教形态 打击古新集团的势力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朝代要改变幻代的时候 新兴的这个朝代 他要自己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柱 王丽雯他要极力地否定前面的王朝 或者是你被征服的这个王朝的文明 你就属于怎么说的边缘 或者是看的 甚至又看不起的那种 王丽雯他就自己需要立一个 他自己王朝已经立起来了 王丽雯支柱这个王朝的 应该有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根据 王丽雯他就邀请佛教过来 信仰作为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 是最难以被更改的 尤其是传承已久 土生土长的信仰 更是根深蒂固地 渗透在这种文化形态的方方面面 规定的这个文化圈中 民众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模式 松赞干部虽然开始引入印度佛教 但是也并没有大肆打压本教的势力 松赞干部之后的佛教不是很盛行的 作为一个政权 他就认可这个文明 这个意识形态的佛教 当然当时他一下子反对本教 这是很难 因为他已经是在西藏 比较深根发芽的一个文明 比较强盛的一个文明 他一下子替代是不可能 鉴于本教固有的强大传统势力 松赞干部并没有直接大规模地打击本教 但是这毕竟为之后的赞谱 埋下了一颗可以利用的种子 而在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统治时期 这颗佛教的种子终于开始蓬勃成长 黄尼佛到赤松德赞的时候 他就开始激励推进佛教 黄尼佛从印度引进佛教高僧 古典仁布奇还有西瓦祖 这两位高僧进来以后 他们就开始大量的翻译佛经 黄尼佛学习的 还有他有一个系统的组织 所以这就标志着这个教派就开始立足了 赤松德赞就迎进了佛教的高僧从印度 往后跟佛教徒佛教高僧开始辩论 为了削弱本教的权威 赤松德赞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经活动 本教与佛教站在各自的宗教立场上 展开激烈的辩论 获胜者就可以得到弘扬 失败者将被压制 最终佛教占据了上风 这是对本教绝对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和沉重打击 赤松德赞随即将本教的僧侣流放到阿里 自此佛教真正开始在西藏高原的精神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一个完全外来的宗教要怎样才能被广大的本教徒接受 这成了摆在早期藏传佛教徒面前的难题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都比较困难在立足方面 所以他是怎么用的呢 他通过密宗 因为本教还是比较盛行密宗 所以他就邀请了一个密宗大使 印度那边的一个密宗大使 叫白马三百万是吧 五十五千 黄厉威邀请了以后 他就说征服了这边的一些鬼神 就是那个山神也好 湖神也好 那就是我们合作了 我们一起的 我也承认你这种神性 所以这时候就当地老百姓啊 就普通的那种姓本教的那些人说 我还可以咱们的这些神也被他们认可了以后呢 稍微这个矛盾是没那么激化 往里面好多仪鬼 本教的仪鬼也被他们采纳了 往里面在佛教里面确实是在用着 因为我们知道 印度的佛教 他本身是不搞什么仪鬼的吧 他不搞什么仪式 也不搞仪鬼 他就是纯粹的一种修行 随着赤松德赞 大力推行重复异本的宗教政策 本教遭受了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法难 在这种危急情势下 本教徒面前只有三种选择 或者被杀 或是选择将本教佛教化 或是逃亡 大概公元八世纪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大的反难 因为通过政治和融合起来的一个佛教 和在本地图僧图障的两个磨合起来 这个时候从藏王做起 开始就对本教非常不利 在西藏 然后包括在香雄的阿里地区和西藏 也有很多地方都有造于本教的这种 寺庙的遗迹和一些壁画都有 但是呢 破坏的是非常严重 现在这剩下的 比如说在阿里来讲 这个穷龙阴城 这些看的就是一种沧桑 支留下一些残留的一些墙壁 和这些很规模很大的一些城堡 还有西藏也有各大寺庙 现在我们正能看见一些废墟 之所以我们看到这样 作为一个本教的活佛 本教的信徒的时候 当时的伐难是不可思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时候我佛本教确实是 从此以后可能在本教 在西藏中部就没有抬过头 是那么一个回事 完了以后 十一世纪以后 开始就 不是那个 第二次的洪法 那个佛教 本教也是开始就洪阳去了 但是呢 那时候已经佛教已经很 那个实力很强大 所以本教就很难在立足 那时候当时的十一世纪 十二世纪 那时候在日葛泽也好 拉萨也好 山南甚至山南 都有一些本教徒 或者本教寺庙 但就逐渐就没有了 这就是因为 赤松德赞 是我们的法难的影响 赤松德赞下令 优待佛教僧人 不对他们征税 也不用服摇曳 并且提供丰厚的供养 由于赤松德赞 对本教实行严苛的政策 本教的修行迅速被边缘化 而一些本教徒在逃亡之前 为了保护本教的典籍 将大量的本教经典 藏进了洞窟和密室 希望有一天 这些经卷和宗教思想 能够重见天日 这些经卷在之后的岁月中 不断被发现 人们习惯将它们称之为 浮藏其中埋在地下的 叫做土藏 藏在水里的叫做水藏 在岩洞中的叫做岩藏 浮藏的起源于法难 本教受灾难了 这个法这些经文 这些法器不能再继续往下去了 只能是藏在岩洞里 或者是更深的地方 后来就是他们序愿 蒙念某月的时候 有猿人 他能够挖掘出来 这叫佛藏 在佛教占据上风的时期 本教徒在有限的空间里 悉心保护着自己的信仰 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也迫于传承的压力 本教中也渐渐融进了一些 佛教元素 并朝向西藏本区之外扩散 妥协的办法也有过 他尽量的吸收一些佛教的一些理论 比如说那些变经的这种方式 方式方法 他也吸收了一部分 完了以后他自己同时也 他的避难的那种形式 往边区往边远 就是中心这个政治势力 比较薄弱的地方 往边区扩展 所以往那区 往邓庆 往那边 甚至往青海四川的 都那种 把这个佛教经典给带过去 然后人都移过去 就采取了这么两种措施 本教在赤松德赞时期 受到沉重打击 但他在民众中的信仰基础 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而与此同时 赤松德赞身边许多王室贵族 仍旧笃信本教 本教势力 在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中 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甚至连赞谱的费力 都成为佛教与本教之间 斗争的结果 赞谱本人 甚至都成为 两者斗争的牺牲品 由于宗教的冲突 牟尼赞谱继位一年多 便被毒死 而赤足德赞 更是由于重奉佛教 而被本教大臣溢死 双方的斗争激烈残酷 本教和佛教两股势力 就这样在政治与信仰的领地中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 而到了九世纪中叶 吐蕃王朝的末代赞谱 朗达玛大肆进佛 佛教转而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时宜是亿 此消彼长 此后的岁月中 佛教吸收了本教的众多仪轨 成功完成了本地化 最终成为西藏高原上的主流宗教 而本教却渐渐视为南密宗迹 在几经法难之后 在千年岁月的洗礼之下 今天的本教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 而象雄文明在当今的西藏地区 是否还以某种方式存在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看